大家好,欢迎收看警长音乐课堂,我是团复 团复最近收到了不少同学的私信和留言 说我们现在音乐当中使用的都是12平均率 那12平均率到底指的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产生的呢 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音乐当中的绿质 那今天的这期视频会用到非常细微的声音差别来举例子 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同学戴上耳机观看 在讲音乐的理论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些物理定律 我们知道声音在空气当中是以声波的形式传递的 比如硬币落下与桌面碰撞产生了声波 那我们的乐器则是通过琴弦、空气柱或者乐器本身等媒介的振动 从而制造出声波 同一种媒介体积越小,振动的频率就越高 发出的声音也就越尖 比如弹副手里的吉他 如果琴弦短一点的话,那音就会高一点 那如果琴弦长一点的话,音就会低一点 如果我正好取到这根琴弦长度的一半的话 我们就会听到一个和之前差不多但是又不太一样的音 像这样频率比为2比1的两个音 人类的大脑会认为它们是同一个音 只是在不同的高度而已 就好比这个音在一楼 那这个音在二楼 一楼 二楼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一楼的这个音频率是F 它的声波在T时间里面就可以走完一个周期 二楼的这个音因为琴弦是一楼这个音的一半 所以频率是它的两倍RF 它的声波在2分之T时间里可以走完一个周期 而在T时间可以走完两个周期 也就是说对于每个T这两个声波都可以重合 如果一起演奏对于人脑来说就非常的舒适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脑会把它们视作同一个音 那这两个音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相差一个纯八度 除了纯八度令人舒适以外 那有没有稍微差一点点但还是比较舒适的频率比呢 那就是三比二 表现在这根琴弦上 就是我取它的三分之二的长度 那这样两个音的关系按照现在的说法就叫做纯五度 频率比为三比二的两个声波 会在分别振动三个和两个周期之后重合 也算是重合度很高了 所以听起来也很令人愉悦 相比谣言 如果频率比是101比100 那它们的重合点是在分别振动101次和100次之后 这样的低重合度听起来就会很让人难受 那和一个音关系最近的 除了它的纯八度音之外 就是它的纯五度音了 这和今天的主题十二平均率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人类最早的率质 就是通过纯五度三比二的频率比推演出来的 叫做五度相声率 五度相声率一般认为是由毕达哥拉斯最先提出的 就是勾股定理的那个毕达哥拉斯 当然我勾股带也提出了三分损益法 指的是管子或者琴弦去掉三分之一 或者增加三分之一 那本质上和五度相声率是在讲同一件事情 什么叫五度相声率呢 比如我有一个音的频率是1 我们姑且称之为dol 那根据刚才两倍频率的结果 频率是2的音应该就是高一个八度的dol 我们从1这个dol开始 取它的纯五度音应该是频率为二分之三的音 这个音就是之后的soul 再取soul的纯五度应该是二分之三乘以二分之三等于四分之九 这个音就被命名为了re 那因为re四分之九超过了高八度的dol 2 我们就把它降低一个八度 取它频率的一半八分之九 再从re开始取纯五度得到十六分之二十七的la 取la的纯五度mi 十六分之二十七乘以二分之三等于三十二分之八十一 因为超过了高八度的dol 所以降低一个八度得到六十四分之八十一 如此反复不断 我们可以继续得到c升发升do升so升re升la升mi升c 我们发现最后这个音符的频率是 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四分之五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一 等于二点零二七三 非常接近高八度dol的频率二 所以人们到这里就姑且认为找到了所有的十二个音符 这个数字十二也一直在主流音乐体系当中流传至今 但同时人们也发现了五度相声率的第一个问题 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升c和高八度的dol 还是有一点点差别 合在一起就会是这个样子 同理如果往上下两个方向去进行五度推算 最终得到的等音比如伸缩和降拉 其实听起来也不相等 第二个问题 当人们进入文艺复兴开始进行复调音乐的创作时 会发现五度相声率的和声结构并不好 比如常用的大三和弦 mi和dol的比值达到了81比64 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听起来也会有一点点不协调 但人们发现 六十四分之八是以很接近四分之五这个简单的整数比 如果把大三度改成四分之五的比值 就会好很多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这个是81比64的大三度 这个是5比4的大三度 所以人们在五度相声率的基础上稍稍做了一些修改 去掉了所有的复杂整数比 mi变成了四分之五 发可以通过多向下去纯五度得到三分之四 拉可以通过发的大三度 三分之四乘以四分之五得到三分之五 c可以通过所有的大三度 二分之三乘以四分之五得到八分之十五 那这时可以由 so和mi这对小三度推导出 小三度的比值是6比5 恰好五度相声率当中的深锐也很接近这个数值 所以深锐变成了五分之六 其他的音程关系也可以由大三度和纯五度的比值推算而得 在这个滤值中 由于主音和其他音符的比值都是简单整数比 因此听起来会显得格外和谐 所以这个滤值就被叫做纯滤 纯滤在和声的角度可以说是完胜之前的五度相声率 因此也在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前后 极大的推动了副调音乐的发展 不过久而久之人们也发现了纯滤的问题 比如纯滤当中la和re不是纯五度 la的频率比上re的频率比是40比27等于1.48 略小于so和do的比值3比2等于1.5 我们把这两个纯五度放到同一个根音上来听一下 首先是3比2的纯五度 然后是40比27的甲纯五度 还有纯滤当中的大二度也不同一 re和do的比值是9比8 但mi和re的比值是10比9 我们也放到同一个根音上来听一下 9比8的大二度 然后是10比9的大二度 纯滤和五度相声率一样 因为所有的音符都是由一个中心音符推算产生的 这些音符都无法做到平均分配 于是会引发转调的问题 举个例子说 在同一首乐曲当中的do re mi fa so和sola si do re 听起来是会有细微差别的 其次因为五度相声率和纯滤是由中心音符推导产生的 所以也会造成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等音 在这样的体系下其实并不等 比如我们刚刚已经见识过了 五度相声率当中的声c不等于do 那在纯滤当中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以8后为首的音乐家和数学家们 开始寻找一种更为平均的滤质 所以其间又诞生了许多种中庸全音律和良律 这些音律的理念大多数都是在保证 纯五度和大三度和谐的前提下 把另外一些音稍作调整合折中 以后的一种听起来不太准 但又还不错且较为统一的律制 我是故意不让大家听懂的 因为我也没打算深入讲这些 这时候人们发现 其实人对于单个音的音高偏差的容忍度还是蛮大的 但是对于和声以及转调时候的音程偏差的容忍度比较低 所以为什么不能创造出一种 每个音都差一点点 但是音和音之间的距离都相等这样的律制呢 所以在数学的帮助下 音乐家们最终找到了答案 我们先来思考一个数学问题 既然音符之间的距离就是它们的频率比 那么如何在1和2中间寻找11个音符 使得它们之间的距离相等呢 显然答案是等比数列对吧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以至等比数列A1等于1 A13等于2求公比Q Q怎么求呢 我们知道等比数列的通向公式是 AN等于A1乘以Q的N-1次密 代入A1 A13就变成 2等于1乘以Q的12次密 因为频率都是正数 所以Q等于2的12次方根 就可以得到每个音符之间的频率增长倍数 这个倍数大约是1.059463 代入到每个音符当中 我们就可以得到每个音符的频率 像这样每个音符之间的距离倍数 都相等的律制 就被称作12平均率 我们可以看到在12平均率当中 缩抖纯五度的频率比是1498比1000 非常接近3比2 我们来听一下平均率当中的纯五度 和真正的3比2纯五度的区别吧 首先是平均率 然后是3比2 平均率当中 米抖大三度的频率比是1259比1000 也非常接近5比4 我们也来听一下它们的区别吧 首先是平均率 然后是5比4 可见这两个音程距离理想情况 还是有一定的偏差 那12平均率的特点 就是让每个音听起来都一样不准 以达到一个整体比较和谐的状态 它没有中心音符 既能保证乐曲的和声听感统一 又能保证乐曲在转调后的听感 与转调前一致 因此也成为了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律制 好了 本期的警长物理数学音乐课堂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的B站频道 一键三连这个视频 还要关注我的警长口径工坊 和我的网易云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